前些日子我们介绍过一个女孩,伊珊莎奥米尔,靠自拍猫力的她突然悔悟,批判社交网络的虚伪,并删除过往的所有照片及推文,利弊成所依然离开浮躁的社交世界,虽说一时间确实引起了不小反响,不过这种行为并不能阻挡其他妹子们的疯狂输出。 来自英国的三姐妹Lucy28岁,Sophie26岁和Stacy Brooks25岁近日在江西社交媒体掀起巨浪,将自拍炫美帝风潮拉向了新高度,因为她们光是发发自拍,就已经收到了价值预有7.5万英镑,72万6180元人民币的礼物了。 这些都是由陌生男粉送给她们的,即使她们做不相谋,其中包括笔记本电脑,香包,奢侈化妆品,鲜花,1.5万英镑的购物塔和设计师亲手设计的协助等。 大姐Lucy不仅是沙龙市场经理,同样也是有一个孩子的母亲,她公开表示,女孩这样做没什么不合适的,反正也没有出卖肉体,我们发了性感自拍,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于男粉丝们的一种慰藉, 再说我的男友也没意见,她一直在苦恼圣诞节送我什么礼物,因为我已经收到了太多礼物了,二姐Sofie是美容师,已经养育了两个孩子,她也怀然声称,正因为我们如此受欢迎,所以难免会遇到一些激进的追求者,比如她会在现实生活中来骚扰我们,有一次还告诉我们马上到我们的沙龙了,无奈只好报警,才得以将她驱逐走。 早在2010年,大姐Lucy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美照上传到推特上以博得关注,很快,就有很多男人开始问她是否可以送礼物,或者将她的网购清单发来,按照她想要的东西一一买给她,大姐并不含糊,她觉得没有理由不满足那些男粉,还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, 于是,便走上了这条江子牙钓鱼,验着上高的路。三妹也不示弱,反复强调,实际上会有很多男人想要自己的电话号码,有事没事调调情,不过这样也还好,只要不超过底线就行。 我还曾主动联系粉丝,有一位男士的妻子不幸过世,我就安慰她,帮她度过那段最难熬的时期,后来她坚持给我买LV和名牌鞋包,她觉得这样自己会舒服一些。 说是被包养虽然有些夸张,但很明显这三姐妹收获了无数质疑,她们在本文的采访中极力寻找开脱的理由,不过也正是因为备受争议,致使她们已经变成了社交媒体上又一新的标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